在德云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郭德纲要捧谁了就跟谁一起演八马卦 每年的风香演出中 八马卦可以说是德云社每个演员都想参演的一个节目 而且跟郭德纲演完八马卦的演员都火了起来 虽然在台上孟赫棠说郭德纲要捧他 但郭德纲却一直没有跟孟赫棠演过八马卦 我师父也答应我了 捧我 对啊 捧我 但是有一个先天条件 你得一个一个捧 别着急 一年捧我一个 很幸运 我排在第63个 跟师父演八马卦 可以说是孟赫棠的最大愿望 如今这个愿望也终于实现了 在德云社最新的节目当中 7月13日也是天津德云社开业一周年的日子 孟赫棠也达成了跟师父一起演八马卦的愿望 不知道孟赫棠演出时会不会喜极而泣 如今的孟赫棠可以说不用再利用八马卦来提高人气 郭德刚也不是故意不跟孟赫棠演八马卦 因为当时孟赫棠的人气已经非常的高了 孟赫棠也是德云社少有的 没跟师父演八马卦就火的演员 自从盘塌成名之后 孟赫棠的专场演出场场爆满 票一放出就秒灰 粉丝们也给孟赫棠起了梦想灰的外号 足以看出孟赫棠的人气 郭德刚也曾在采访中表示过犹不及 这也许就是郭德刚一直没有跟孟赫棠演八马卦的原因吧 孟赫棠虽然一直没有演过八马卦 但他已经足够火了 许多网友猜测 郭德刚这次跟孟赫棠演八马卦 就是为孟赫棠圆梦 毕竟在德云社没有经历八马卦火的相声演员 是不完美的 看到节目单 粉丝们也非常的高兴 纷纷发文期待孟赫棠版的八马卦 不知道孟赫棠会不会超越三哥孔云龙 将郭德刚于谦逼封在舞台上 好 好 谢谢大家